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 今天斯坦福大学人类衰老逆转研究成果上了美国头版头条,引起了巨大轰动 原来斯坦福大学神经学教授招募了100多位86岁以上的老年志愿者 通过将30岁以下的年轻人血浆输入老年人体内后 换学老人们的记忆能力,处理日常任务的能力均得到大幅提升 根据研究组的数字统计,在接受注射后 这些老人的平均反应时间、皮肤弹性等衰老指标显著逆转 平均听力提升了27%,动脉弹性改善了64% 这些实验方法最早在动物身上已经做过实验 在2019年,华盛顿大学研究组对老年小鼠注射来自于 年轻小老鼠的踢去煤 结果老年小鼠外表年轻化,眼神明亮 生存期增长了两倍以上 相当于90多岁的高龄老人剩余寿命增加了8年 并且还能正常寻偶繁育后代 连90多岁的股神巴菲特都投资了这项研究 现在看来,随着尖端生物科技的大爆发 人类对生命二字或许要重新定义 我也需要赚更多的钱了 2000年之后 每天都能够合成人为了 谢谢观看